不好的就是很多,是很多種形式,一個就是內疚 內疚就是覺得自己沒有做夠,應該不要這樣 那天和他一起便沒事,那天我不帶他去那裏便可以 那天沒甚麼發生便可以,家人未信耶穌而離世 總之我傳多些福音,就算他反今也照傳 其實我們可以是很多東西很內疚,而內疚的影響力 可以多深遠,是以後個人都覺得,我都是不行的 如果你經常都回想,我都是不行的,我怎樣幫到人呢 我家人都幫不了,那便會入了潛意識 有潛意識的甚麼後果呢? 就會經常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即是任何一個負面的感覺,長期留在他裏面 總會產生不好的後果 就會長期一種對自己負面的評估 覺得自己很失敗,覺得自己做不到事 諸如此類很多這樣的負面,又覺得 神啊,我都是不敢親近你 那一慣了不敢親近神,那個關係就一路變差了 即是他直接覺得,神啊,我都是不喜歡的 我都這麼失敗,你怎會喜歡我呢? 那便會入了心,即是沒有處理到 當然最簡單就是,耶穌射滅我,我雖然失敗 每個人都失敗者,每個人都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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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失敗者,神都失敗了我 所以我完全可以放手的 我都回不了頭了 這樣的時候,這個最簡單,最輕散的方法 接著你就說,我是失敗了,但神就使用軟弱的 耶,我經常都在講 簡選軟弱的,叫那些光銅的修辟 這樣的時候,我們便會不介意自己失敗 其實這個亦是有時面子的問題 我失敗過真的太醜怪了 就是人的丟臥,不能夠釘死自我 當一個人釘死自我,我失敗就算了什麼 你只有多少人失敗得多重要 大衛也失敗 你想想,如果大衛犯了奸人,殺了人之後 每天都內疚,他以後的歷史就不是這樣 他以後就不再發揮到 但他以後一樣,是大大給神使用和祝福 就是因為他以後一樣回到神那裏 他始終用回神的方法來得到寫出 好了,關於基督徒沒有帶到佳犬 我們這件事就預先做 預先沒有,他有機會 我們就經常都問神,這是否一個機會呢 有什麼機會呢 其實我現在想到一個可以用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的手機這麼流行 其實有很多影片,你就可以把連結 copy 了,實際上怎樣做法呢 可能你試試手機怎樣做法 如果電腦就很簡單 例如你去到影片,看到影片 在上課裡有個連結 你一張 copy 了,然後傳給別人 他一 click 就會看到影片 那你就可以,或者將他的名字抄了 就叫別人去看 那你就可以選定一些可以幫他信耶穌的 就是傳呼音的 就傳給別人去看 你一次就不要傳一個 下一次就傳一個 但是希望他不要反感 就是有些人會很反感 這是一個預備的工作 也都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但是始終你都要有個人性的傾談 那是否想想一下 不如我不斷傳傳到他反感都照傳 那未必是好的 即不是說你不斷傳反感傳 那他信主的機會一定多 不是的,他可能反感了又不會信耶穌 所以我們不要說傳得多就一定是好的 這是要決定的 即是我們衡量求神幫我們 最好就是未發生我們就預防 但如果真的發生了 我們都只能夠放手 即是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盡量去做 如果真的沒有做到的時候 我們都只能夠放手 你不放手自己就會死了 即是自己一路日日被內疚影響 這樣的時候就會 心裏面就失去平安 即是時時都留在這種正面處理生命的狀態 和時時在神的動作 讓神的喜樂充滿能力 這就是一個最健康的方法 讓我們經常都在這種狀態 其實呢 譬如我用另一個例子去講 其實我也有幫過幾個傳導人 即是有些傳導人找我 我都發覺他們生命裏面 就有一些問題 接著以後就有他們 即是有時有些就會說 唉我都是做得不好 我都是整天都是釋放不完 我跟家人關係又不好 即是會想到一些失敗的地方 接著呢 他就會經常都好像這件事入了心 就以後都覺得做不到 或者他在神那裡得不到力量 其實這些全部都有解決方法 不過就是他沒有處理到 於是就變了 有些離開了侍奉 有些就休息一段時間 做回普通的工 都不知道是否會回去侍奉 即是我也都見過這些人 我都想提升他 都想幫他 但我發覺呢 不是每個回得出來 即是有些人 趕就趕了 但他出不回來 他不能夠將他過去放手 大家都是的 每天有些發生的事 你能不能夠將今天發生的事放手 你能夠的時候 有整天在喜樂平安 就是說 我能夠做得那麼多 我現在有耶穌我有喜樂 我便有平安 我便有力量 這樣的時候 人便會重生得力 否則總有些事會卡住我們 卡住了之後便沒有力量 你也會重生存 你也會重生